看到张丹丰睁着一双狗狗眼 对着镜头申请表白红心时我才明白 为什么如今红心看向张丹丰的眼里还有光 两周前张丹丰被爆 收入直接会见了经纪人比赢的账户 于此两人藕断丝连 但是两周后的思路电影结上 张丹丰却跟红心亲密玩手笑意盈盈 看起来感情并未受到风波影响 采访时红心还一副惺惺眼看着张丹丰 只不过张丹丰却鲜少只是红心 看得出来刻意的恩爱皮疗张丹丰可以配合 出席原因不过是红心仍抱有一丝幻想 老婆你是我这辈子需要好好照顾 要让你幸福的一个人 这是张丹丰和红心结婚四年后在节目上的表白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红心出门工作他会一大早为其收拾行李 但由红心赶不上航班 他就拿着行李箱先下楼 提前把车开到楼下 然后亲自从红心去机场 在路上他也不忘叮嘱红心充电器和挣钱等琐碎的事 到了机场 两人还会甜蜜的吻别 除了在生活中爱护红心 张丹丰还会为他精心准备相讯礼物 关心他的睡眠 希望你晚上可以睡好一点 红心参加综艺节目 张丹丰更只会偷偷来到酒店 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帅气 然后拿着花束给红心一个惊喜 而红心见到张丹丰 则宛如一个弥媚仰望着他 看起来张丹丰对红心无微不至 但实际上他只做到了承诺的一半 因为在女儿出生后 他的态度发生了360度大转变 红心包当他敷衍 照顾女儿他偷懒 甚至经常对红心不耐烦 所以你看 一个男人的爱与不爱 真的一目了然